对于体操可以对我来说 就是我的生命 因为从幼稚领大班练到现在 其实人生目前的大半辈子 其实都在体操上面 对于体操的热爱 易于言表 日复一日的翻 滾 跑 跳 没有笑跑这位伊兰伊娜 更一路从台湾翻向国际 画不可能为可能 如今五环荣耀尽在咀嚓 准备再次口关 他是安马王子李志凯 刚开始会比较不习惯 可是现在的话 就是觉得是一个记忆点 就是让大家记住我 其实也是蛮开心的 就是变成一个 自己给别人一个印象 希望透过我一点点力量 然后让大家去认识体操 了解体操 他的利云美其实是很多不一样 很多样化的 体操在台湾 原本属于冷门的运动项目 从纪录片翻滚吧男孩 一路到翻滚吧男人 让默默无闻的李志凯 逐渐被观众所守之 然而练习却很乏味 背后的付出更是又苦又累 李志凯也有想放弃的时候 然而家人的支持更是他能持续的动力 爸爸他就在背后跟我讲讲说不要半途而废 就是既然坚持就要坚持下去 就尽量去尝试 因为你不尝试过你怎么知道你到底会或是不会 会不会成功 我也一直在提醒着我自己 多付出一点 多尝试一点 说不定这是属于你的东西 从来就不是教练口中的天才型选手 能逐渐展露头角 迈向国际 靠的不是天分 而是一路上的坚持 我也知道我自己是个不是很聪明的选手 像有些选手可能学一次两次动作就可以学会 但是我可能学一次两次是不可能学会 要学个一百次两百次才有可能学会的选手 也是从以前这样子到现在累积下来的基础 这部分还是要归功于教练 从小的都有了叮咛 李志凯口中的教练就是六岁 带他进入体操世界的领域性 阿信教练在训练上更有一项坚持 也成为宜兰选手出产的特色 我们宜兰很特色就是宜兰选手都要练会汤 但只有志凯手长脚长 很适合不会敲到暗马 把他花挥到淋淋尽致 李志凯从国中开始 就将汤马式回旋套用到暗马上 如今这套华丽的动作 也成为他的招牌动作 因为我 运动项目的关系 因为暗马如果腿太重的话 其实对我甩起来也是个负担 所以刚好因为身体的关系 然后我手也比较长一点点 所以在暗马项目就比较吃香一点 但因为看起来也比较修长 动作看起来也比较漂亮 所以算一点点的优势 为备战东京奥运 李志凯接连在体操世界杯中的 安马项目夺金 目前也是各国的假想敌 因此采访当天是禁止拍摄安马练习 就怕影像外流错失奥运奖牌 而李志凯面对阿信教练的严格督促 完全没有怨言 因为他知道严施才能出高途 为了不断鞭策自己 才能离梦想更近 作为一个竞技运动项目 对 就是要比别人好 才有好的成绩 那不比别人好 不严格 那就比较竞技 叫做游戏罢了 所以其实教练严格有他严格的所在 所以我今天有这么好的成绩 让人家有这么有记忆点 其实还是要感谢教练 从小对我听你严格 两人相处时间比家人还要长 更是情同父子 从小林韵信就说着一句 带你去奥运 当时听起来遥不可及 但梦想也因人而实现 教练自己的私心 因为自己教练从来没有在亚运会 然后也没有参加过奥运会 甚至没有多排过 然后也希望说 这个梦想能寄托在自己的学生上面 帮教练完成这个梦想 只要你肯努力 肯踏实地去做 我觉得梦想是会成功的 2016年 年仅20岁的李志凯 梦想成真 顺利挤进奥运殿堂 然而奥运殿堂上的压力 让他喘不过气来 脑筋更是一片空白 甚至还落下马来 当你要成为优秀学者 就有一段路是这样子 因为他必须要克服很多事情 当下那个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但是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所以奥运会可以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棒的洗礼 就是让我对于比赛的压力 其实就会比较释怀 比较释放这样 成功的背后会历经数以百七的失败 奥运的经验让他知道 想炫服这长约160公分 宽度具有35公分的安马 不光是技术 心理素质更是重要 如何强化抗压性 他也下了功夫 你在比赛前听听音乐 或是想吃你想吃的东西 或者是在安静之前你看看书 每一个选手都有不一样的解脱他 那种那种忧虑跟恐惧 上场前就会听音乐 平常就也会习惯去听音乐 去找到自己的结果 尽量不要受到外界的影响 先把自己应有的东西给表现出来 然后再去跟人家做比较 过去 国际赛事经验不多的李志凯 在里悦奥运之后 开始累积国际舞台经验 展现不一样的自信风貌 2017年世大运 在安马项目完美展现 拿下时尚最高分 成功将金牌留在台湾 2018年亚运 他再下一成 用夺台湾亚运体操时尚 第一金 如今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第一次进奥运就是 当一个学习的机会 因为真的 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也没去过 然后比赛的经验也不多 所以那时候只能去尝试 但是对于2020的话 我希望就是可以享受比赛 然后把自己该有的东西准备好 然后上场去迎战 希望他能为台湾在东京奥运上面 竞技体操这部分能进入决赛 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台湾有这么好的优秀选手 体操选手每天都在对抗地心盈利 如今李志凯准备 再度创造出更多历史 更多的不可能 逆天挑战2020东京奥运 期待完美落地 实践他与阿兴教练的五环荣耀